接触于中山剑事件 蒋介石一石三鸟打击了汪精卫 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三大对手 强势崛起并一路向右 发起一系列打击政治对手的闪电行动 最终在南京另立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 但是此时的蒋介石实力与威望并不足以涉中 相反他的举动暴露了其政治野心 引来了各方力量对他的讨伐 汪精卫李宗仁等联合反蒋 蒋介石被迫于1927年8月下野 就在下野之际 蒋介石向宋美龄寄出了一封信 细经私之 所谓工业宛如幻梦 独队与女士才华荣德 练练练练终不能忘 但不知此 举世所弃之下野五人 女士是之 未如何而 信中 蒋介石正式向宋美龄发出求婚 那我们都知道蒋介石真正去跟宋美龄求亲是在民国16年 是他下野的时候 我曾经向你提出求婚 可是令兄姐没有同意 那当时基于政治的因素不便多讲 现在我下野了 我只是三名一先任 所以我证实了 唯一不忘的就是对三妹妹的恋恋申请 所以我再一次的求婚 那么蒋介石为何选择在自己政治失忆 落魄下野之际 再次向宋美龄求婚呢 多年以来 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表明 这一行为背后 隐藏着某种玄机 中山剑事件后的短短两年 蒋介石借助于枪杆子 强势崛起 成为中国一支新军阀 然而树打招锋 他引来了强敌环刺 在汪精卫 李宗人 孙传芳等力量的联合讨伐下 蒋介石鼓掌难鸣 扮下阵来 表面看上去 蒋介石是军事实力不足 实际上 蒋介石落败的原因是 背后缺乏强大的支持力量 枪杆子 可以让蒋介石成为一位强权者 但并不能让他 安然成为一名统一全国的政治领袖 没有强大的社会力量支持 蒋介石难以作定最高权力 在通党首汪精卫的斗争中落败 蒋介石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尽管相比汪精卫 他拥有更强的军事力量 但是政治威望上的不足 是致命的缺陷 他必须寻求强有力的支持力量 以此增强党内外对自己的政治信任 宋美龄就是一个合适的角色 他可以回忆到1922年 他年底在宋府 第一次见到宋美龄的时候 我觉得对蒋介石来说 他真的是一见倾心 因为仲三小姐 虽然说那个时候是25岁了 也已经算是黄金胜利 不过蒋宋美龄 因为她本身是东方的 气质西方的谈吐 那么以及她的家世背景 所以对蒋介石来说 他是非要娶到宋美龄不可 无人能够否认蒋介石 对宋美龄的一见倾心 但也无人能够否认 在一见倾心的背后 还包含着更为复杂的动机 30岁的宋美龄 同40岁的蒋介石结合 留给世人一个永久的谜题 也给后来者留下一个无尽的探寻空间 后来的历史告诉世人 蒋宋的结合绝不是简单的婚姻 而是两股力量的强势结合 掌握枪杆子的蒋介石 最需要的不是一个女人 而是一个女人背后的家族 以及家族所能带动的强大社会力量 当时的宋舍家族 是中国崛起的新贵 除了显赫的身份地位 庞大的财富资产 还有在江浙财团中 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江浙财团是当时 中国最重要新兴资本力量 他们掌握巨额的社会财富 以及中国工商业的命脉 某种程度上 江浙财团决定着国家的走向 跟这样的资本家集团合作 显然是一个政治正确的方向 北发期间 蒋介石虽然也曾与江浙财团有个合作 但是双方之间的信任并不牢固 对于这位啾啾武夫 资本家抱有戒心 如果有了宋家担保 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 更加重要的是 在同苏俄的关系彻底恶化之后 蒋介石在外交上 必须有一个明确的选择 如果取得了江浙财团的信任 那么就可以通过江浙财团 打通通英美国家的关系 获得重要的国际支持 宋家跟美国 跟欧洲他是有一种天然的联系 包括他从他家的老爷子宋耀如开始 都是跟美国关系非常深 所以蒋介石后来 通过江浙财阀的关系 再加上宋美龄的关系 跟西方的这条路打通了 蒋介石就从此以后 他就敢跟苏联分手 投靠英美 他认为英美势力是最大的 宋美龄的重要性 铁线了出来 蒋介石跟宋美龄的一个结合 可以是说 让他在他的这个生命的资源里面 增加了一份西方的一个力量 那那个力量后来真实是对他帮助是很大的 那么当然以对外来说 蒋介石我们都知道他的英文能力不行 所以他也自己私下表示过 跟宋美龄结婚 那么从此以后他跟外国人打交道 就有了耳朵跟嘴巴了 我想他说的这个是事实 而私下还有一层难以为外人到的原因 如果能够娶到宋美龄 蒋介石则可以进入民国第一政治家庭 让他与党国领袖孙中山之间 有了一层特殊关系 他是宋庆龄的妹妹 所以如果蒋介石能够跟宋美龄结婚 他从此以后可以算是孙中山的联金 也可以算是接班人了 历史研究者分析认为 在蒋介石崛起的时代 同期实力与威望相比间 甚至远超他的军阀有好几位 例如冯玉祥 严西山 许崇志 陈炯明等 军事力量都比蒋介石强 但蒋介石却后来居上 成为中国的领导人 其核心原因正是因为 他获得了江浙财团的支持 掌握了财政权 而这背后的关键人物是宋子文 宋子文毕业于哈佛大学经济系 1917年返回中国 在汉野平媒铁公司担任秘书 1923年转任孙中山的私人秘书 从此展开他的政治生涯 他负责筹办广州革命政府的中央银行 担任央行第一任行长 以及广州军政府的财政部长 为广州军政府 以及后来的南京政府奠定财政基础 宋子文显然是蒋介石最需要的支持者 但是宋子文却是蒋送婚姻最大的反对者 宋子文其实并不看得上蒋介石的 因为宋子文是在美国 在西方接受教育的 他就没有看上 我觉得都是政治考量 宋家的考量确实是政治考量 因为宋子文比较是走欧美派的 所以欧美派在当时对于想切实的青党 是给予的评价不高 宋子文受美式教育出身 信奉自由主义 强调个人自由 反对政府专制 这同蒋介石要搞强权政治的理念 迥然不同 宋子文是一个非常坚持他的独立思想的人 所以他跟蒋介石很多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更加重要的是 当时的宋子文是汪精卫政府的财政部长 天然站在蒋介石的对立面 那么宋子文呢 这个事后是武汉国民政府的重要决策 政治上和南京政府的对立 对蒋介石呢 也没有好感 宋子文同蒋介石之间 还有一段历史恩怨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 时任两广延误集合所经理的宋子文 积极筹措经费 保证战争进行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 蒋介石催促将国民政府北迁武汉 但当宋庆龙 宋科 宋子文等一星人 由广州动身北上 准备去武汉时 蒋介石突然变卦 要国民政府同他的总司令部 设在南昌 蒋介石的用意很明显 要把中央政府置于他的军事管理范围内 蒋介石同宋庆龙 发生了他们交往以来的最激烈的争论 宋庆龙坚决不同意将中央政府设在南昌 在这关头 宋子文出了大力 掐断了蒋介石的经济来源 此种情况下 蒋介石只得同意把国民政府迁往武汉 从此 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埋下了成见 宋子文对蒋介石之间的成见 决定了他在蒋介石婚姻中的态度 除了宋子文 蒋介石还面临着家庭内大多数人的反对 宋母 倪桂珍 她是反对的 她的反对呢 就是提出来 蒋介石她不是基督徒嘛 当然我想除了宗教信仰为出发点之外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是基督徒 她是一夫一妻制 蒋介石在家里有原配 外面公开的 还有两个 那个长期保存那个两性关系的女性 一个就是姚野诚 一个就是陈杰如 那母亲当然都是从那个女性角度 对吧 你蒋介石此情呢 不是一个负责的丈夫 对吧 家里有人配 还在外面寻话问你 另外再来就是反对最剧烈的 就是宋庆龙 他觉得蒋介石这个人 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 又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一个军人 一个芒姑 所以宋庆龙是极端的反对 我可以相信宋庆龙 降了神东山之后 虽然是真的得偿所愿的 可是也是很辛苦的这过程 革命同志中 多少人是反对他们的同意 所以当蒋介石跟宋美龙的事情传出来的时候 同样的革命阵营中也很多人都反对 所以宋庆龙可能是基于一个爱护妹妹 我走过的路 辛苦的路 你不要再去承受了 也可能是站在一个说 我当年父亲最反对的就是我嫁给我的叔叔 那现在妹妹嫁给他的晚辈 更证明了这个辈分 那我是算什么 所以我反对 事实上我们看到宋庆龙从头到尾 对蒋介石印象就很不好 甚至于在这个1925年 孙中山去世以后 宋庆龙还偷偷的告诉过记者说 蒋介石这个人就是没有品德 他还透过张靖江要来追求我 他眼睛中根本没有真情 只有势力 蒋介石的求婚在一开始 就遇到了巨大障碍 宋家几乎没有人能够相信 这位年届四世的军人 喜欢美龙是处于真心 不过蒋介石似乎并没有因为 反对力量强大而放弃 就在下野之前 他曾专门邀请宋美龙 前往镇江郊山游玩 这个郊山之旅呢 蒋介石呢 首先呢在这个火车站 用他总司令的专车接宋美龙 然后安排了卫队 蒋介石约宋美龙 一起去游玩镇江的郊山 这个事情呢 在蒋介石日记里面呢 比较隐晦 但是呢 有那么一点蛛丝马迹 在去镇江的前几天呢 蒋介石就在日记里这么写 今天整日的思念 想念三妹 三妹就是宋美龙 就是说我今天想宋美龙 想的不得了 那么到了郊山旅行呢 当然两个人呢 就谈话呢 比较投机了 甚至于到了这个 参观一个正板桥的 一个读书的地方 那么蒋介石就有感而发说 我是一个军人 我书读的不多 那么据说宋美龙 也有感而发说 如果你愿意 从此以后读书呢 那么我就长半斤左右 那么这句话 也等于就是私定终身了 事实表明 蒋宗二人的感情 于1927年迅速升奔 蒋介石更不止一次 在日记中写到 他对宋美龙的一往轻身 蒋介石的日记中 出现宋美龙 是在民国15年 而且好几个地方出现 他很有意思 他穿他三地 三昧 梅林 梅花的梅 树林的林 各种各样的名字 然后你发现 他对他的思念 对他的约会 对他这些 所以从民国15年 到民国16年 他们是有约会的 然后蒋介石的文字中间 对宋美龙的如目 或者是爱恋 你也看得很清楚 那宋美龙 应该也都有回信 给蒋介石 因为蒋的日记里头 上这个会写到说 接到三妹信 接梅林信 然后那种兴奋之情 郊山之旅 两个月后 蒋介石下野 他向宋美龙 发出了那封求婚信 蒋介石的求婚 几乎遭到了宋家的集体反对 但有一个人 却表示愿意帮助蒋介石 达成所愿 这个人就是宋家实际的大家长 宋爱玲 宋爱玲是宋家老大 她最心于权势 富有心计 且形势果断 事实上 自从宋家书去世后 宋家事务 就都交由大姐宋爱玲处理 也因此 宋爱玲更倾向于 通过一切手段 来巩固宋家的政治地位 和经济利益 蒋介石 就这样 走进了宋爱玲的视野 这个矮林 她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 她最有名的一个小故事 就是当年她1904年 她只有15岁 赴美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 美国的排华非常严重 所以她当时在海关受到了刁难 结果她就一直记得这个事 到了1907年 她只有178岁 这个时候 她的遗仗 这个温柄中 带着清廷的教育考察团 到美国 那么到白宫 见这个老罗斯福总统 结果呢 这个宋大姐宋爱玲呢 就当着老罗斯福总统的面 就开始抱怨说 当年呢 她在海关受到的一些刁难 这个不是你们美国人的代客之道 所以当时媒体哗然呢 觉得这个来自中国的小姑娘 真是了不得 竟然可以呢 语出惊人 1914年 宋爱玲 嫁给大她9岁的山西首富 孔湘西 两个人年龄呢 差了9岁 这个时候宋爱玲是25岁 如果以现代的标准看 当时的话 他们就要做黄金圣女了 爱玲爱钱 执掌着宋氏家族财富的宋爱玲 有着更深层的忧虑 孔宋两大家族富可敌国 但在政权更迭的乱世 财富越多 越有巨大的不安全感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保护力量 巨额财富可能引来灾祸 手握兵权的北伐军总司令 新军阀蒋介石 显然是一个不错的投资对象 因此现在我们看到 党政经济都有了 缺一个什么 缺一个军事的力量 所以如果小妹的婚姻 能够嫁一个军事强人 这个对宋家来说 也许是一个更完美的包装 他们就认识 蒋介石是中国未来 是一个政治强人 中国是一个弱国 但是蒋介石是强人 他是嫁给他 应该说有好处 对宋家有好处 对利益上能维护 宋爱玲给他分析了 中国当时的情况 能够统一中国的 也就是蒋介石了 如果他这个权利 你要想得到最高的权利 那就是跟蒋介石联益 因为宋爱玲开出来的条件 就是说 你如果要通过 通过我这一关 以及下边就是还有宋子文 还有最后一关 就是我的母亲 那么首先我们要达成一些协议 比如说我觉得你这个人 是一个革命很有目标 很有理想 很有魄力的人 可是呢 你没有实力嘛 所以我们可以将来在南京 帮你成立政府 让你拥有实力 但是你也要答应我的条件 就是我的丈夫孔祥锡 还有呢 弟弟了宋子文 那么将来他们要出任 这个行政院长跟财政部长 后来的历史表明 这是一笔极为成功的政治交易 通过这次交易 蒋介石获得了大财团的支持 而孔宋家族不仅得到了权力庇护 还登领了中国权力顶峰 不过对于蒋介石来说 通过宋子文这一关并不容易 在大姐宋矮玲的内影下 蒋介石软硬兼施 那么宋子文他本身做生意嘛 所以他有一些货物在上海进出口 当然也有一些财物在这个银行进出 那么蒋介石有一次就故意呢 派人呢扣楼他的货 那么甚至说要查账 说这个报税的项目不符合了等等 其实坦白说就是找茬 那么这个时候蒋介石是幕后的藏进人 然后他完全不露声色 等到这个事情无法摆平无法解决 才惊动到蒋介石 那么蒋介石等于自导自演了 这个时候他出面把这个事解决了 一切都过关没事了 所以呢宋子文也觉得 蒋介石这个人可能呼风唤雨 此外呢我想宋子文心里边也自己明白 蒋介石这个人是得罪不得的 那么软的一方面呢 这个宋矮玲除了对宋子文进行一些游说之外 另外呢把家族的大佬 谭妍楷给请出来了 那么谭妍楷呢就站在 我既是革命的老党员 又是你的护职辈 跟这个孙中山 还有跟你的父亲宋家树都是好朋友 那么谭妍楷呢就劝这个宋子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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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他从二十出头回到中国 一直到他二十九岁结婚 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有八九年的时间 我认为他可能交过很多的朋友 可是这些朋友都没有让他能够折服的人 那唯一的就是蒋介石 因为蒋介石四十岁的时候 春秋正乎长得也漂亮 也英俊 也像一个军人那种气感 然后还有宣传世上的宣传世上的宣传世上我 带死我几维尸 还得更多一些 你也要看见 祝福 女人 societ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